辨比测试仪使用介绍 首先接线 高压ABC对应变压器高压ABC 低压ABC对应变压器低压ABC 将六条线全部连接到变压器上 然后仪器开机后 主测试功能按确认键进入 分为两个 一个是正常测试和自动测试 在正常测试模块下 输入相应的编号 按实际情况输入额定高压 额定低压 连接组别 和调压比 此台变压器调压比为5% 以仪器的实际情况为准 调压比指的是仪器每档的变化量 此时还要输入当前变压器的额定档位 注意是额定档位 右侧都有相应的介绍 然后输入连接方式 分为地外或外外 此台变压器为 YYN0 按实际情况输入 连接组别 也可以选择自动 设置完成后 点击开始测量 此时变压器显示三项的变比值 三项的误差值 以及档位判定 和连接组别判定 然后选择打印 或者存储等操作 当无法确定一台变压器的参数时 也可以选择自动盲测 此时 无需更改 其他参数 只需要将连接组别 变成未知即可 在此状态下 可准确测试出 三项变比值 和连接组别 三项变比值 以及连接组别 此时的分解档位和误差 因为没有输入标准 所以不用参考 只参考左侧参数即可